這邊我們介紹的是光的反射跟平面鏡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光的反射跟波的反射原則上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那我們看光的反射這邊 告訴你說什麼情況下會發生反射呢 就是當光傳到兩種不同介質的交界面的時候 有部分的光會返回原介質的現象 我們就稱為光的反射 好 你把它畫起來 好 第二個 那反射定律這邊 告訴你也是 就像剛才我們該講的 它的那個反射定律跟波的反射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入射線跟反射線跟髮線都會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然後呢 關鍵就是這個第二個 反射的時候畫起來就是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好 注意聽 這兩個就要入射角跟反射角 這兩個就要等於把它畫上去 OK嗎 OK啦 這個我想看不難吧 好 OK